昨天提過的一本由紅旗出版社出版 名為《常修共產黨人的心學,不忘初心再出發》的書籍 這本書籍除了講共產黨初心的重要 都有提及學習精神的重要 我帶著這種學習精神深入反覆思量 特區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發言人所講的說話 從中學習和領會個中道理 世界衛生組織會有兩名專家 今日和明天去到北京調查新型冠狀病毒源頭 一位是動物健康專家 另一位是流行病學專家 他們會為未來調查新冠病毒源頭做好前期準備 包括制定研究範圍、職權、病毒如何從動物傳染到人類 還未知道他們會不會去到最先出現確診個案的武漢 工作都還未開始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又有話說了 他叫中國准許他們自由開展真正的工作 中國當然不開心 你這樣說法就好像在指責國家要掩蓋這件事 不就是未審先判 最重要的是這個調查很敏感 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 究竟中國有沒有隱瞞疫情 有沒有第一時間知會世衛 新冠狀病毒是會人傳人的 如果有的話大件事了 除了國體有關 隨時外國政府會考慮採取行動 向中國追討賠償 那就糟了 雖然我們的國家現在好富強 但無端端要被人弄走一大筆錢 最重要的還是聲譽有關 真是不容有失的 國家的憂慮和憤怒 我絕對能夠體會 美國都說會離開世衛 幹甚麼還在指手畫腳呢 不過這樣 畫分兩頭 到美國正式離開 都還有一段時間 起碼去到明年七月 現在又很難掩蓋他的口 但是我們外交部答得很好 外交部批評美國的說法 虛偽 將抗疫的問題政治化 政治化這個名詞 是不是熟口熟眠呢 在處理今次香港疫情的時候 我們的特首都不止一次講過 叫大家不要將抗疫問題政治化 甚麼才叫做政治化呢 我想應該是指加入政治的考量 政治的盤算 下去一個純粹公共衛生的問題上面 還記不記得先前傳媒爆料 特首向中央打了一個報告 將對抗疫情的不足和過失 歸咎於反逃犯修訂條例引發的社會暴亂 還說發起罷工的醫護 是一班借機鬧事激進反修例分子 又說如果政府可以有效地處理疫情 就可以得到市民的支持 如果中央能夠幫助解決部分問題 香港人就會感受到中央對我們的親切關懷 這個就是將抗疫問題政治化的最好例子 不過當然特區政府沒有承認過有一份這樣的報告 只是說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溝通的文件 他們向來都不會評論 但重要的是特區政府沒有否認過這份報告 如果沒有的話照常理應該立即澄清 他們喜歡用的字眼就是撥亂反正 以正視聽 另外一個我留意到經常用的三個字 就是不存在 先前蓬佩奧曾指出 基於中國濕街市非法售賣的野味 和人速共通傳染病有強烈的關連 呼籲中國永久關閉出售野味的濕街市 當時外交部作出的回應就是 中國根本不存在所謂的野生動物濕貨市場 並且已經立法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的暴裂、交易、運輸和食用 我們的特首都經常用不存在這三個字 例如在解釋國安法的時候 特首說草以法官名單會諮詢首席法官 不存在行政干預司法 因為特首有雙重身份 又例如當他和商界閉門會議的一段說話 流了出來之後 記者向他查證 是不是想過辭職 但是不由自己作主 他解釋說 由開始到現在 我都並沒有向中央提出請切 形容不辭職是自己的選擇 所以不存在自己很想辭職 不過不能夠辭職的這個矛盾 不存在任何干預 不存在 是不是聽完之後 要想完又想 才知道這個不存在在說什麼呢 一個更加容易理解的例子 可以追溯到我們上一屆特首梁振英 大家還記不記得他怎樣解釋 他家裡的僭建問題 他多次否認隱瞞僭建 他說他當時的認知就是 僭建處理了 僭建就不存在了 大家可以想想 其實不存在的是什麼呢 不存在的是僭建物 因為僭建物已經被剷除 但是僭建的行為 又或者曾經有僭建的事實 是不是已經不存在呢 我想各人都會有自己的結論 同樣林鄭月娥說 她沒有辭過職 所以想走又不能走的矛盾 就不存在了 她沒有辭過職 是不是就等於矛盾不存在呢 其實特首可以說 她絕對有這樣的權 沒有人阻礙她 如果是這樣的話 矛盾就真的不存在了 又好像野生動物濕市場那樣 國家已經禁止運輸和售賣野生動物 是不是就等於不存在這種市場呢 香港禁止販毒 是否就等於不存在販毒的問題呢 我真心覺得這些官方用語 是非常之高水平的 可以激發起我們學習的精神 增長我們的思考能力 我建議大家 以後應該逐隻字去聽 逐隻字去想 不要那麼容易指責政府說謊 其實很可能 只不過是大家說兩樣不同的事情 指責別人說謊很大件事 和誠信很大關係 特別是再高位的人 擁有公權力的人 所以不要那麼容易作出這個指責 我們的政府仍然是值得我們的支持和信賴的 民主派的初選 今天雖然是遲了開始 但是仍然可以進行 我真是很想知道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偉 講完那番說話 特別是有關如果去參與 今次投票的人 都有機會觸犯 港版國安法的說法 會對今次的初選有什麼影響 作一個政治的盤算也好 學術的研究也好 我們都應該值得去留意結果 說話的力量有多大 怎樣說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語文能力低的人 是無法做到高官 語言就是力量 大家小心用語